中国长此以往持续发展 美国还能够继续卡住中国科技的脖子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出炉 在衡量科技发展的关键指标上 中美两国并驾齐驱 关键的东亚地区独领分骚 中国首次拥有与美国一样多的 顶级科技创新集群 为中国科技产业持续强劲发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所发布的 2022版全球创新指数相关信息显示 世界五大科技集群之中 有四个位于东亚地区 其中日本一个 中国两个 韩国一个 那么第五个是在美国 这既显示出中国科创实力的提升 同时也展现出东亚地区逐渐成为 全球科技创新的核心地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每年通过全球创新指数 对约130个国家和经济体的 顶层创新能力进行排名 今年所发布的最新创新指数 科技集群排名之中 日本的东京 横滨区域是最大的集群 其次呢 是中国的深圳 香港 广州 就是我们说的粤港澳大湾区集群 然后就是北京 以及首尔 自然是韩国的 那么北京呢 是咱们的首都这个集群 以及呢 美国的圣河山旧金山集群 这三个呢 分别排在第三 第四 欧洲占据主导 亚洲的日本和韩国 有一些卓越的集群 而现在我们看到 在东亚地区 有了更多的新的科技创新的 这个基地 特别是在中国 实现了突飞门禁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中等收入经济体 上升势头也非常的去门 比如说像巴西 印度 伊朗 土耳其 这些地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 全球大格局的迅速转变 除此之外呢 与前一年相比 2022年集群排名之中 增幅最大的三个中国集群 分别是郑州 上升了15位 青岛上升了12位 那么中国的厦门 也上升了12位 中国的科技创新 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格局 对后续一个多样化的发展 竞争的格局呢 那么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毕竟不同区域 不同产业结构 不同创新内容 甚至说呢 不同的人才聚集的吸引效率 那么都能够形成 大家彼此竞争 百花齐放 争其斗艳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其实科技的核心指标 对于反击美国科技卡脖子的动作 是非常重要 因为科技的比拼呢 它本身就是讲究的是 这个硬实力 对吧 多少专利啊 你的科技的这个成果有多少等等 而且呢 这个里面也没有多少捷径可以走 科技就是人才 创新 投入实验室的建设 对吧 专利的产出 论文的产出 等等 那么它是有很多 非常科学的这个标准体系在那里 达到了就是达到了 没有达到就是不行 而这个呢 不是我们这个靠嘴巴说 靠舆论宣传能够这个实现反转的 美国的舆论宣传能力再突出 也无法真正的去做到 所谓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 就拿美国一直所强力针对的 中国5G产业来说 由于中国掌握了大量的5G核心专利 美国想要把中国的5G通信这个产业给打趴下 这样的一个目标一直就难以得逞 我们看到了报告也显示出 中国所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达到1.8万项 全球占比40%排名世界第一 这就是说对美国的科技霸权呢 形成了最有利的反击 而不是说呢 靠舆论宣传 美国的舆论宣传媒体的影响力在全世界 毕竟英文的媒体世界影响力排在前面 于是乎可以在国际事务当中 把很多事情是电脑黑白去描述 但是在科技硬实力方面 你不管怎么描述 现实摆在眼前 2022年是中国5G商用的第三个年头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有关报告就显示 当前全球所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 一共是21万项 涉及4.7万项的专利组 那么这里呢简单说明一下 所谓的一项专利组呢 它包含了在不同国家申请 而且享有共同优先权的多件专利 其中中国声明1.8万项专利组 占全球40% 前面说过排名世界第一 5G标准必要专利布局最多的目标国家和地区 一次是美国4.6万件 中国3.9万件 欧洲3.1万件 专利申请人之中 华为公司声明标准必要专利 6500余项 全球占比14% 排名世界第一 我们都知道呢 移动通信产业 所谓互联互通的特点要求 产业链严格遵循国际标准通信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让所有的世界各国 这个都可以呢 相互互联互通 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只要买一部手机 支持国际标准的5G专利 或是4G专利 那么我用一张手机卡 我在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 出差的时候 我都可以能够打通电话 都可以发信息等等 那这就是呢 国际标准专利 它的一个基本用途 因此争夺 SEP所谓标准必要专利 就成了这个产业 整个竞争的重要内容 5G标准必要专利的 它的方向 包括了 无线资源的管理啊 想接入的技术啊 多载波的传输啊 信道的编码啊 还有一些核心网 下一代接入网等等 当前5G通信标准的 R15 R16 R17 所对应的标准必要专利布局 实际上已经基本定局 原因很简单 因为5G标准 整个的制定呢 是为整个的产业 啊标准化体系来服务 既然这个产业已经商用 已经在全世界开始推广 表示整个标准家族的构建呢 已经逐渐的完善 同时该报告还显示出 当前全球声明的 5G标准必要专利之中呢 中国的占比实际上是 稳步提升 我们回顾历史就能够知道 在经历了 第一代移动通信的空白时期 也就是呢 一级时代啊 那么几乎跟中国没啥事啊 对吧 咱们那个时间段呢 谈在国际无线通信领域 中国的地位呢 根本就没法谈 因为没你什么事 你基本是呢 啊一个学生啊 那么专利组当中呢 你的地位呢 也是可有可无 这个呢 我们回顾历史 可以很清楚 那么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当中呢 就是二级阶段呢 中国是个跟随者的角色 基本上呢 还是处在一个学生 学习跟在别人后面 这样的角色 到第三阶段 就是第三代移动通信呢 就是三级时代呢 中国就已经有了一些突破 那么在四级时代呢 可以说是四级时期 那么中国是同步的数十年历程之后 啊 那么取得了中国自己的一些尝试啊 一些这个突破 在个别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 但是中国在五级通信产业当中 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那么这个呢 从一级时代的空白 到这个跟随 到当学生 到取得突破 到在一些领域当中 有中国的成绩 到五级领域当中呢 可以说是走在最前面 这显然就是中国在不断的 移动通信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跟随学习突破超越的一个历程 当前全球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 一共是217,749件 共涉及46,879项专利组 其中中国声明18,728项专利组 排名依旧是世界第一 那么美国呢 是世界第二 其他呢 都是像韩国 日本 欧洲呢 分别排在后面 那么以上五个国家和地区呢 所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 占全球总数量的95.5% 那么而中美两国 在5G标准必要专利当中的占比呢 就达到74.6% 而同时报告还显示 美国中国欧洲 是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 最重要的布局目标区域 当前5G标准必要专利布局 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几个 美国中国欧洲 那么这个显然呢 在各种评比当中 主要的玩家 也就是这么几个 当然还包括日本韩国 他在后面 美国中国欧洲 是5G必要专利的 最重要的目标市场 前面说的是贡献 后面说的是目标市场 也就是他的这个客户来源 根据统计 华为公司声明的 5G必要专利当中的占比 世界第一 那么在全球专利申请人当中 华为公司呢表现最为突出 那么5G标准必要专利 在全球有关国家和地区的 分布当中呢 应该说同样是上述 五个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呢 占据其主导地位 也就是美国中国欧洲 日本韩国 怎么算 怎么排名 实际上主要的玩家 就是这么几个 那么就整个公司而言呢 实际上华为排名第一 那么随后呢 包括像高通 三星 LG Oper等等 那么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也能够看到 日本呀 这个欧洲呀 美国韩国 中国啊 等等 实际上在其他不同 维度的排名当中呢 也呈现出 这个这五强的格局 那么包括公司的分布 像韩国的三星 LG 那么美国的高通 等等 那中国自然是华为 包括中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中国的这个中心通信 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能够反映出 当前全球在移动通信领域的格局 从上所述呢 由于中国专利是很多 这就是美国在5G领域打不垮中国的核心原因 同样的道理和逻辑 华为的5G专利很多 这也同样是美国费尽全国之力 至今无法打垮华为的根本原因 我们看问题呢 就看到这样的本质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硬实力 实际上你无论怎么宣传 怎么去颠倒黑板呢 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 这就是我们说的 事实胜于雄变 实践是简约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科技是讲究硬实力 那么这一点的经验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总结学习 除了通信领域 中国在近些年来之中 不断发展壮大的另一个领域 就是新能源清洁技术 这同样也是美国费尽心机 但是却难以把中国打趴下的 甚至还可能是对美国自身 造成伤害的一个领域 美国科学日报网站 9月15号发表文章 原题就是 在清洁技术领域 与中国脱钩 将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本身大于回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发表在美国权威杂志 科学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美国日前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 表现出逐渐与中国脱钩的趋势 那么这自然是美国政治力 介入科技合作 介入产业合作的 这个最终结果之一 那么这将会损害美国 以及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 这篇论文就驳斥了所谓 与中国合作会全面带来 严重国家安全与经济风险的 一些常见假设 甚至是常见的偏见 但是从对中国产品 加成进口关税 到加强审查科学合作 正是这些所谓的风险 支撑着美国政府和大多数 欧洲国家政府的相关政策 他们用这样的一种 媒体宣传所带来的意识形态 来主导着相关国家的产业政策 显然是不明智的 尽管有些行为 可能是有他们的出发点 有他们的考虑 但是美国方面的科学家研究表明 对许多技术来说 这一类的政策很可能 无异于所谓 饮振止渴 在美国以及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应对气候变化严重依赖于 可负担得起的 可用低碳技术 为此 过去一种论调认为 与中国进行低碳技术的合作 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 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但是这样的一篇科学研究报告 却认为 他们通过定量和定性的 仔细研究和分析 那么就分析了合作开发 五项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关键技术的风险 包括分能 太阳能 碳捕捉利用技术 以及分存技术 电池和绿色钢铁等等 研究结果都表明 各种低碳技术领域的 国家安全威胁 根本就是一点都不显著 比如由于电池 可被用于军事目的 于是对电池的开放式研发 就被列举为一种安全威胁 但是这些电池 与为应对气候变化 而大规模采用的电池 根本就是两码制 也就是说 美国的一些政客 甚至欧洲的一些政客 所指摘的 中国产业的一些合作 中国心理员科技公司的一些合作 和他们意识心态当中 所想象的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合作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么创造就业 其实也一直是被当作减少 对华贸易合作的理由 比如拜登政府决定动用国防生产法 来提升美国本土太阳能制造业 而且声称 这将挑招的汇集生产太阳能的公司 地区和工人 但是这一项的研究作者却指出 如果这使光伏板成本升高 部署的速度逐渐下降 那么这样的一项立法 就将产出有限的就业岗位 和更高的碳排放 不仅不利于美国相关产业的就业提升 更加会影响到美国在 应对极端气候方面的努力 而且还声称 对于大多数的技术来说 脱钩疗法很可能比融合协作 那么会产生更大的伤害 而且这篇论文的作者还写到 拥有开放式的供应链和研究环境 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 为什么要和其他各大公司 各个国家不同的产业科学家进行合作呢 因为这样的一种开放 会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会带来这个人才的吸引 会带来各种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 所以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当中 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但没想到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 现在却走了逆全球化的道路 不断的去进行科技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这其实本身通过美国科学家的研究 是对美国自身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而且美国科学家还指出 制定指在中断这样的一种状况 或意在脱钩的相关政策 理应建立在对风险与回报 进行坚实的与客观的评估基础之上 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所谓的意识形态 用意识形态来治国 用媒体宣传来治国 实际上就是走了保护主义政策 实际上就是走了麦卡锡主义 实际上就是走了所谓的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 最终伤害必然如同美国教授们研究结果一致 对美国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换句话说 美国方面的专业人士通过各种研究发现 在中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的相关领域当中 要和中国进行脱钩 最终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美国自己 更惶论要把中国打趴下的这个奢望了 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包括5G领域 以及新能源领域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实我们想说同理可证 在美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的半导体领域 中国也要去注意不能够陷入美国的陷阱 美国现在不断推出各种芯片法案 各种半导体政策 针对中国的所谓各种芯片联盟等等 实际上都是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来布了一个陷阱 那就是要逼迫中国 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行脱钩 那么主动脱钩被动脱钩 这个意识形态脱钩 什么什么这个小圈子脱钩等等 这都是美国所布的一个局 因为这样会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比较大 中国要怎么做呢 我们中国要做的就是 利用中国市场 对吧 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中国是成长最快的半导体市场 利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不断实现科技自主化的同时 要保持住与日本啊 韩国啊 荷兰啊 这些光刻机巨头啊 什么半导体材料巨头啊 设备巨头啊等等 要与他们进行合作 也包括与中国台湾的 包括像台积电等等 这些半导体核心供应链 要保持合作关系 让美国的阴谋诡计 无法得逞 毕竟我们说打群架 才会有更有赢得最终胜利的把握 而目前呢美国对这些半导体巨头是步步紧逼 通过各种政策要求这些公司去美国设厂 然后呢这个不可以把东西卖到中国 要求他们撤出中国等等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半导体巨头 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呢 非常的不爽 甚至是嗤之以鼻 而且美国的这一次芯片法案当中呢 给美国自己的这个英特尔公司补贴最多 也就是呢最疼自己的亲儿子 也使得很多国家 比如说韩国的媒体认为 美国这么做搞所谓的芯片联盟 根本目标就是想要把三星半导体 把台积电给打垮 而不是所谓的什么中国 这是美国背后隐藏的根本目的 可见呢在现如今 美国针对其他半导体巨头步步紧逼的当下 正是为中国的半导体协同发展创造机会 那么中国呢要和世界的这些半导体的巨头们 中原链的巨头们呢 要创造出一种牵手合作协同的一个机会 其实前面所说的 韩国的态度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美国首先采用了这样一种保护主义的政策呢 到最后可能伤害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